这叫什么街 八经街这儿啊 有一个经济炖肉 味道不错 要知道清真炖肉馆 在咱们大沈阳也是经久不衰的美食 被借了沈阳几代人的味 我们这边所说的炖肉 其实就是原汁的牛肉汤 免费加汤免费添饭 小店不大但是非常干净 菜品不多但是样样经典 一个人吃一小碗的炖肉就可以了 米饭和小菜都是免费的 这个是肥瘦相碱的原汁炖肉 25一份 两个人都要的是肥瘦相碱的 然后这个看家小菜都是5块钱 米饭是无限虚价 汤也是无限虚价 看看这家肉 这家肉也多多 满滑蒜了啊 这是那个调料 那个调料 少来少来少来 少来点胡椒粉 来不不不不来不 吃起原味都好吃了 嗯 口味重的加一点辣椒味道会更好 一半牛肉一半汤 看上去非常的实在 加点香菜和辣椒 让口感更加的丰富 看着就很诱人 闻起来更是香气四溢 牛肉炖的很烂火 也不塞牙 点的肥瘦相间 口感很爽滑 入口就像化掉了一样 米饭颗粒分明又很筋道 搭配一碗这么好喝的牛肉汤 真的太好吃了 扫掉了一天的疲惫感 人家肉挺好吃的 嗯 是 太多年了 四年了 四五年了 来多少 就这些 好吃 人家还有分店吗 还有别的地方 有吗 肉好吃不 挺辣的 这块挺大的 很实在 现在有很多炖肉馆都抽调了 人家参加的肉还挺实在 这香蕉白 味道的挺 嗯 这香蕉白白也好吃 有那个葱油香味 这个店挺值得推荐的 只不过是离家有点远 刚才问了我家夫妮也没开分店 我要跟你老说要来一下 挺好 这一顿花了55块钱 平均一个是25 二十二十七八块钱吧 这个小次的体力又回去了 嗯 吃点牛肉恢复元气啊 夏天吃点行 这小店不大 看那小撇的事 也不这么咸 大家免费小撇 觉得小撇的事 好别的吗 没有牛羊虫 叫我虫吗 就是凤的 凤的 免费吸汤 这汤太鲜了 非常鲜呗 脸就脸 跟肥肉相煎的 全瘦肉还不好吃呢 基本都吃光了 这顿饭吃得太舒服了 中午吃得软 补充一下吉利 以后想吃牛肉了 可以来这家 汤鲜肉煤吃得非常饱 位置就在总统大厦A座的胡同里 在这家里